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8.5亿杯的咖啡 平均每人一年就喝了122杯 这个需求量持续的上升 咖啡协会数据也指出了 2016年的咖啡产值 包括了连锁超商的188亿 还有咖啡馆的230亿 整体是高达了660亿以上 这个需求是相当的惊人 而台湾咖啡商机当中 吉隆咖啡是销售主令 因为方便快速卖的最好 但其实它只有1%的成分是咖啡 其他都是化学合成的 化学老师就用绿豆粉跟香精 制作出来了假咖啡 一样又香又好喝 所以越南有一间大型的咖啡工厂 就被踢爆了 他们竟然用电池新萃 最后萃取出的一个黑色粉末 做成了咖啡粉 因为里面是有重金属猛的 所以恐怕会让大脑退化 泡一杯浓稠的咖啡不用三分钟 像这样的随身包 您一天喝几杯 因为上黑咖啡 你从它的成分表看起来讲 它大部分占的都是糖跟奶精 然后一些化学 天哪东西几乎是没有 喝下肚的到底是咖啡包 还是化学包 细看成分排第一是奶精 十几个化学成分组成 接着是砂糖 最后才是鸡肉咖啡 含量最少 如果我们的咖啡呢 它有咖啡 但咖啡的比例呢 大概整包里面呢 它占不到一块左右 只有百分之一的咖啡 同样是很香也很浓 这代表咖啡粉很好味噪 简陋的烘豆设备 旁边堆满电池壳 萃取出黑色粉末 混合成浓稠液体 和泥土劣质咖啡豆 参在一起 这家位在越南的简陋咖啡厂 四月份被查出大赚黑心前 至少经营三年 而越南是世界第二大咖啡出口国 震惊全球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哇猛这个东西 它可能在电池 还有一些废弃物相关产品出现 可是它不应该出现在 我们的咖啡粉或咖啡豆当中 猛的话这样的东西 是一种有毒的金属 如果说民众长期大量 涉及到猛的话 就担心说万一我们体内 猛的容度高的话 它会影响我们大脑神经的 一些退化 台湾也进口不少越南咖啡 这家漫厂最高层有15个品牌 而今年砍到只剩一个 黑心咖啡粉是否流进台湾 目前无法证实 但咖啡粉的秘密 已经只包不住过 灰黑色的胚胎 原圈圈呢 其实就是鱼的胚胎 还有呢 这些尾巴都弯曲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 这几个鱼胚胎呢 它的发育都受到了明显的影响 所以这个图的结果显示呢 我们测试的这个数容咖啡呢 就明显的急性毒 香港生物检验公司 检测市面30款咖啡粉 做禁用成分筛查 竟然有高达三成 无法通过生物毒性检测 检测人员说 毒性来源可能是来自多种 添加剂的鸡尾酒效应 报告中也写出 马来西亚和越南的品牌样本 比欧美和东亚还糟糕 4成4勉强及格 3成3有待改善 部分东南亚急用咖啡 台湾也有贩售 化学老师告诉我们 其实不到10分钟 就能做出一杯假咖啡 那今天做的这个咖啡 它是什么后味 80 一小匙石墨粉 加进咖啡香精 就能手冲出香味四溢的黑咖啡 基本上我们有好多种方法 那比较温和的方法 比较善良的方法 是用绿豆粉 比较黑心的山人 或是比较落后的国家 他们就用那个碳粉 然后来带 就根本不加 连那个绿豆粉都不加了 因为碳粉的元素会被黑一点 放久一点 出现黑色粉末沉淀物 不仔细看难辨真假 这杯当然不能喝 而我们找民众 适合绿豆粉做成的咖啡 味道如何 我觉得 这一杯 因为它奶盖的香味很浓郁 然后咖啡的口感也很好 喝在嘴巴里面甜而不利 这杯比较好喝 因为就是 这杯比较喝出来的咖啡酷味 假咖啡口感不输 真咖啡 一大包只要50元的绿豆粉 至少可做100杯左右 低成本和三合一咖啡有得比 以一盒99块来计算 内有16包扣掉包装等成本 少量的咖啡大约才值5毛钱 黑金商机惊人 前年统计台湾人每年可以喝掉 28.5亿杯的咖啡 平均一个人每年可以喝掉 122杯的咖啡 而在卖场 集中咖啡市主力 有高达5成以上的人会购买 另外3到4成才是咖啡豆 台湾一年咖啡商机勾达700亿 咖啡豆进口数字不断攀升 在追求方便快速的同时 请先停看听 以免咖啡没享受到 反而是把毒喝下肚 头发故事三只小猪 应该大家都有看过 那么里头的老妖呢 因为她用红砖来盖房子 非常坚固 就算大野狼来了也吹不走 但现实生活中 因为钢筋水泥取代了红砖 所以呢 这个产业几乎快要凋零了 来到花东地区 仅存的一家砖窑厂 现在是第三代接班了 青年级生呢 不愿长辈的心血断送 所以力求要转型 他们藉由观光带动红砖产业 第二转 站上台车 人工整理土培砖 红砖在推的过程中 会有些微的晃动 因为晃得太大 这个砖就容易倒 现在这是把掉下来的砖胚勾出来 因为它掉下来一定会变形 那你变形的东西烧出来 就没有它的产值 银干两天 烘干两天 入窑900度高温 得再烧个两天 从民国六十五年全盛时期 华东地区有五间砖窑厂 时代变迁 砖头盖房不再是唯一选择 这里成了东台湾 仅存的一家 这像是身份证一样 大家都没什么样 两值一横 那像高雄的他们有 两值两横 三值 一横三值 第三代接班 基层做起 从叠砖方式 就能看出是哪家产品 大哥跟小弟负责队内 靠双手撑起窑厂 工厂旁最喜目的大烟囱 见证着兴衰 我记得是全年都没有停火 只有过年才有休息 那每次放学回家 我们就是找那个烟囱 冒烟的烟囱就是我们家 小时候生产线满载 365天都能看见烟囱飘着烟 现在开窑三个月 收三个月 等于一年只有六个月产能 两年前父亲离世 第三代一接棒 随即面临存亡保卫战 如果说少了爸爸 大家散了 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没有人希望说 在自己的手上 看着他结束 三兄妹里 最后一个归队的 是老妖谢建成 读大船戏 应该扛着摄影机的他 现在利落开着堆高机 从繁华台北 回到花莲乡下 是因为责任 因为我从小在这边住长大 我知道这边工作真的很辛苦 然后也真的很缺人 人生另外一个境界 就是在外面玩的时候 玩得很开心 现在回来家里就是好好帮忙 希望能够让这个工厂 可以延续下去 在我们的右手边是燃烧油 然后我们后面是烘干液 我们可以去摸看看 不想要上一代的心血付诸流水 如何把黄昏产业 再恢复如旭日东升 是谢家三兄妹当前唯一课题 出来每一块砖 就会漂漂亮亮的 可以卖给客人了 排行老二 也是家中唯一的女儿 谢芬青 扛起了对外行销 首先开放窑场 让客人了解产业 明白红砖 对建筑的意义 我们这个红砖 它是具有吸水的功用的 所以我们在上色的时候 我们尽量不要填满它 再来透过DIY彩绘 开发文创商品 盆栽或杯垫 任何能以红砖呈现的 都能变成产品 做这些小东西 大概只能养活我一个员工 可是藉由做这些小东西 我吸引很多一些客人来 像现在我们装行 那个工业风很夯 很多人都来找我们的火头砖 就甚至带了他的设计师来看 说我那一面墙 我想要呈现 是这样子的一个风格 一般正常盖房子 使用的红砖 一个三块钱 反而这些烧坏的 有特殊造型 甚至颜色焦黑 不完美的火头砖 可以卖到七块 身价翻倍涨 靠的正是当初决定转型 打开封闭的工厂大门 即使钢筋水泥取代了红砖 却无法抹灭传统产业的使命感 花东最后一家 这该是多大的重担 它其实没有来不及交代任何的话 但是我们都知道说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砖药厂坚持下去 对守着它 让一来是让花东的人 继续有红砖可以用 那二来是这个工厂 算是从我阿公到我爸爸 到我这边 就是这是我们这三代 通常的心血 我们不能够让它断掉 大烟冲直挺挺的立着 听过四十年风雨 也养活花莲东复村三分之一的家庭 转型的镇头起过后 获取这个产业的朝阳 会重新升起 台湾的工艺非常精湛 来自瑞典的评价 连锁家具品牌Akea 十片的玻璃当中 有八片其实都是MIT的 这几年产业界流行 打群架要来拼世界杯 但是在二十年前被封为台湾玻璃界掌门人的台名将 他们早就开始策略联盟了 大抢国际订单 更打造出了绚丽迷幻的玻璃迷宫 把家具用的玻璃提升到了文创层次 灯光幻化 叠影交错 惊奇仿佛未来先进 这是科幻感十足的玻璃迷宫 一般人的想法对玻璃跟镜子 就是人人彬彬的嘛 那在传统产业它只是一个窗户 有如置身巨型万花筒 真真假假的玻璃魔术 民众大呼百万不厌 每一步看似深不见底 行进路线 虚实难辨 都是玻璃加上灯光 大丸 创意的成果 就是让玻璃有些经营的方式 就把它做一个文创的改观 那就是用这个黄金隧道 把这个传承的东西 加了码 加了方式 加了一个它的创意 打造玻璃博物馆 赋予冰冷的结晶体建材 迷幻趣味与艺术的生命力 堪称玻璃界大哥大的台名将公司 不只是台湾最大玻璃加工厂 曾经IKEA玻璃 十片有八片是它生产 全世界你想要玻璃 就记得来台湾就好 这也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这个是属于IKEA的成板 那刚刚我们从切割完之后 然后经过这边的磨边 从七十几年前 阿嬷时期四十坪的家庭工厂 变身七千坪厂房 1998年吃下IKEA第一笔 六千万订单大补完 功劳不小 甚至创下IKEA最常销玻璃柜记录 十年卖出七百万套 一个月五千套到一个月曾经有上百万套的做法 这一套 那一共十年内一共出了七百万套 蛮好的 卖最好的 对 卖最好的 也是它销售最久的一个产品 拿到IKEA订单正式走上国际市场 也从此奠定台名将玻璃业盟主地位 早在群聚打群架概念兴起前 就已经领着玻璃业者分享订单 当初的这个订单 就算是单一个在我们工厂里面生产的话 我们大概三年四年没办法生产完 我们是把当下的order的单价 这个有国际标 单价是多少 所有的木头 所有的铁管 所有的玻璃加工 所有的代工掌商 还有台名将 大家要不要一起承接 要 我们大家就一起接 没有错 没有错 有钱大家一起赚 我们的概念是这样子 有钱一起赚 有风险一起单 将近一个月 最多出货750个货柜 最少时7个货柜 打造200亿产值的玻璃产业聚落 团结力量大 因为IKEA领照公家机关 标案公开价低者得 联盟就靠着薄力多销 连年拿下大单 老板娘你好 辛苦了辛苦了 今天专门来拜访 谢谢 你说你的草莓有在里面 有在里面 有在里面 伙伴之一的金杰明公司 就是从IKEA第一笔订单开始 长达18年的老战友 把柄做大 大家共享订单 那这样子他们就说 接单了之后 他会跟我们共享 然后甚至我们很多的技能 知识的不足 他会来补导跟指导我们 那你做不完的 我再收回来 还是在给第二家第三家 所以为什么他们的市场 然后他们的舞台会那么大 可能就是因为读量的问题 读量太好 从技术指导到订单共享 金杰明跟着台名匠一路茁壮 也从800平进阶到6000平厂房 联盟时长纠团到国际餐展 一起做大海外市场 台名匠还帮联盟打造了一个 全台最大弹药库 7000多平的物流厂 储存各式玻璃原料 可以堆成三座101 让联盟子弹充足 不怕缺料 随时能接单出货 我们这里的特色 一共有跨业一页 一共有30几家的厂商 铁管厂 木头厂 塑胶厂 链链厂所结合出来的 最主要是把这个策略联盟 延伸到所有的工艺商 代工厂商 大家一起去努力奋斗 然后跑国外的路线 联盟奏效台名匠 更将旅界铁建相关业者拉进来 剥离家具一页联盟 扩大到上百家 今晚不敌2006年起 IKEA把亚太总部迁往上海 大陆低价抢单效应冲击 却促成更宽广的国际市场 我们国际外现在五大洲 欧美国家 亚洲地区 我们全都跑 包括澳大利亚 纽西兰 我们都跑了 那这几年跑来的状况 都还蛮成功的 台名匠透露 其实18年前 第一笔IKEA订单是赔钱在做 当时联盟咬牙练兵 倒吃甘蔗 也是当时的革命情感 扎稳台湾玻璃家具 进攻国际市场的马步 为了节能省电 全台路灯逐渐换成LED灯了 但是却变成了农民的噩梦 因为这些LED路灯照过的稻米 水分竟然比正常稻米少了9% 专家就指出 连营养成分也会受到影响的 原来是LED灯当中主要的蓝光 它会造成植物生长图片 这个经验会变得更加的高大 但是结出来的果 像是玉米或者是毛豆 却变得干干扁扁 甚至是空包蛋 也变成了另类光海 像杰克魔豆瞬间长大的情节 正在全台上演 被光海 因为植物它该有的作息 就被打乱了 被LED路灯照射过的毛豆异常高大 豆匣缩水干扁 和自然生长相差很大 农作物突变 这不是单一事件 那一盏灯晚上好亮好亮 所以这个什么 玉米就怎样 干干 玉米土壤成为另类教学场景 高达一层楼高 比正常玉米多一倍 雪山泽泽称奇 路灯引发生长错乱 雌雄花同体中看不中用 打开都是空包蛋 老师借机环境教育 所以你要看电视 你要滑手机之前 你要想想你自己要不要 后果是这样 全台农作物产生聚变 不是气候异常 越往中南部走 情况越严重 罪魁祸首就是LED路灯 LED路灯照射的关系 这边的农作物产生巨大的变化 像是它的叶子 还有它的茎 都特别的长 而其实呢 它的高度呢 也几乎快到我的腰部 那我们来看这边正常的地方 其实它现在的高度呢 应该来说呢 只要到我的膝盖左右就可以了 而它里面的痘人呢 也要像这样子这么的饱满 被LED路灯照射过的茅豆 叶子异常大 根也特别长 但豆仁却长不大 嘉义的情况也很严重 这算够水 又要先够了 这现在才是小孩而已 还没开始灌草 早该成熟的稻米 却停在开花期 竞争花田长不出花苞 农民心在淌血 经济部执行落日计划 全台逐渐淘汰水影路灯 一年前嘉义云林彰化南投 主要的农业大政 陆续宣布全面更换成LED路灯 每年省下三亿多电费 却是农民痛苦的开始 农民集体陈情 政府的回应是 加装一小片灯照灯光 却起不了作用 出现异常的共有泼菜 空心菜 黑豆 玉米 毛豆 菊花 包心菜 金针花 稻米等数十种 而究竟在LED灯照射过的农作物 营养会不会改变 用烘烤的方式分析水分 同一片田 被LED照射过的稻米 比正常稻米相比 含水度近相差近十% 其他营养素改变的程度 很难预测 夜间有额外的光源的时候 我们事实上是在刺激它 继续往生长这方面去走 那么对于这个生殖方面 就会受到影响 植物生长最重要的就是 植物要吸引光的作用 好 现在我来介绍 这是植物工厂的育苗区 那我们是用LED灯来做育苗 LED灯的波长和频率和日光灯不同 透过调整蓝光和红光的比例 证实对生物成长影响很大 照被植物工厂研究应用 营养是稍微有一点差别的 我们实验结果发现 说在缺乏红光的 它的作物的表现就不好 在这种红光比较充足的 它的作物的表现就会比较好一点 包括它的叶子的颜色就比较翠绿 不只外观改变 营养也能配置 LED灯对农作物有巨大的影响 政府没有完善的配套措施 在产业道路上四处淋漓 照亮了路牺牲了农民心血 而这只是冰山一角 便利带来的代价 恐怕还有生态浩劫 教育制度乱糟糟 自学孩童逐年增加 稍后带你来看看共学团 全台湾啪啪噪 就为了寻找优良食资 欢迎回到新闻生怡度 教育制度不断的改变 很多家长跟学生 根本就无所适从 干脆在家自学 根据教育部的统计 从100到106学年 自学人数已经增加到了 4786人 成长将近有两倍 其中个人自学又占了52% 是最多的 有家长就帮孩子 组成一个共学团 跟着老师 全台湾啪啪噪 哪里有好的师资 就往哪里去 而家长也几乎都身兼老师 自己的孩子 自己教 每一根竹子 因为它的密度 跟年份都不一样 所以你敲出来的 声音绝对不一样 而且每一节 声音也不一样 成群孩子也放在竹林间 敲敲打打 近距离 贴近自然 浩浩荡荡一行人 走在阿里山石盘谷步道 即使偶有意外 孩子也不哭不闹 拍拍泥土往前走 因为老师在身边 妈妈也在身边 他们很知道说 来这里就是学习 那他们也很习惯 就是可能朋友的妈妈 这一堂课是我的老师 那或者是我自己教的时候 我自己的小孩 也在我班上 所以他们其实白天 就知道 这是老师的身份 你都不知道三点是几种 我可以再剪一条给你 课堂上喊妈咪 这是由三十位孩子 十八个家庭 组成的亲子共学团 不循正规体制上学 而是由家长担任老师 不是因为你长的是女生 你就一定要当女生 这个就是现在台湾 在推动的多元性别 郭俊武是台湾 亲子共学促进会的秘书长 曾是森林小学老师 却一直想打破昂贵教育的迷思 不再让校门框住孩子 我们要让孩子了解 学习不是只有去学校 走到哪里学到哪里 他在生活中学习 可是这些东西 其实不仅仅是说 只要有一个固定的学校空间 就能完成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说 我们有没有办法让孩子 就是所谓的自主学习 就是他不用等到上课的时候才学 哈喽叔叔 谢谢你拍我 亲子共学团 逐老师而学 家长开车带着小孩 全台湾滑滑 这周来到阿里山 风扇国小 小孩大部分的话 都是用坐车开车 直接到学校 那我们就想说难得有机会到这偏乡地方 那我们就想让小孩子体验 他们都是用走路上学 下学 而且这有一些山坡 那样爬山的感觉 政府的人 跑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 找不到任何一个人 从我们现在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事情很厉害很厉害 因为它叫做 功名不服从 和风扇国小的学生们一起上课 把周族领袖高医生的故事 搬上课堂 明显看出右半边体制内的孩子 上课正经为坐 共学团的学生还没下课 就开始走动 甚至画起白板 上课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你要不要跳课 对 我们男生很常跳课 那跳课怎么办 就跳课啊 就去玩啊 就跑去玩啊 老师不会讲什么吗 不会啊 我们刚刚有讨论过 为什么中面是12有没有 我就是了 打破过去的那个传统 对学校的想象 也打破了一种 我们过去认为小孩 必须要用一种 所谓研教勤管的方式 强调自主学习 看看教育部公布的数字 个人自学 从民国100年的940人 到104年的1510人 团体自学 更从154个攀升到900多个 个孩子一节课一节课的切 对他们做事情 其实是来不 是不够的 在家里 他比较可以依照他自己的意思 然后那个时间是 想停就停 想走就走 想比公立学校更有品质 又不希望像私立学校昂贵 自己的孩子自己教 体制外教育 还有更多可能 因应东协崛起 许多企业外派干部 到越南印尼这些国家 也让过去很冷门的 东南亚雨系开始变夯了 坊间就出现了 泰文 粤语 跟印尼语的补习班 而正规大学 也陆续开设了 东南亚雨系 以及相关的学程版 加紧脚步 从一堂课赶到下一堂 他是陈黄凤 国内越南语教学推手 说着流利越南文 陈黄凤是土生土长越南人 在家乡大学毕业 相恋台湾狼 交到台湾后 碰上东斜崛起 越南母雨成了 培育台湾人才竞争力的 加分力气 很多学生来上课 修这个课的时候 他们很清楚 我要来做什么 因为以后我可能要工作 我要出国 我去越南 那我必须要具备 这样的一个能力 因为我们是 希望能够培养出来以后 他们工作就马上可以 就是他们 毕业之后 马上用在他们的场上 所以我们比较偏 贸易方面的训练 任教青年深刻感受到越南文 从冷门小众语言大翻身 选修学生更是横跨各科系 现在东南亚其实都很夯 可是很多学生就是不愿意会学越南 就是东南亚国家的语言 但还是会普遍以欧洲语言为热门的学校 东斜这一块也会很有潜力 尤其是越南这个国家 是原本想说好像越南文蛮有趣的 可以试试 然后爸妈有就是说好像也不错 可以去尝试看看能不能以后 有机会到国外工作 想要学越南文 到后来发现就是东斜市场 还蛮有就是前景的 所以后来又加学了一个台语 对 所以学两个东斜国家的语言 对 来自不同专业同样放眼东斜前景 比较特别的还有旅同学 爸妈长期在越南经商 越南文都有通 为了继承家业来充电 再去学一些商用的乐 因为我是在越南就是长大的 所以我现在语言能力 就是基本上来说说跟听 都是比较好的 但是就在于写跟读会比较多 其实不止越南文 包括印尼文泰文 都是正夯的东南亚语系 但就政府语言政策来看 台湾比邻近的日韩起步晚太多 这个东南亚的需求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或者知道 日本啊韩国早就在那里布局了嘛 所以他那边就看到说这个问题其实很严重 台上需要很多我们自己的人 但是懂粤语的人 可是他找不到 这台座开出一年140万的这个年薪 想要找你知道 真的很好会粤语的人才 在过去的时候是找不到的 政大外语学院则从98年 开设东南亚语文学城 泰文越南文两组 报读录取人数 一开始各约十多人 七年来暴增三倍 已经培养近三百名尖兵种子 如果你说糖烧 对谁 外贸协会也从今年开始 开辟越南语 印尼语班 做台商后盾 更是提升台湾人才配备 大家都会英文 只是程度好坏 可是你今天会泰语 会越南语 会缅甸语 会印尼语 那可真的就稀奇了 所以在竞争工作当中 它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 在你只懂英语 然后你去竞争工作 就常讲 你可能要跟一百个人竞争 可是如果今天你是泰语 或者是缅甸语 你可能是跟五个人 十个人竞争 这个竞争的基础 是不一样的 时势所趋 过去是被外派在即 不得不学 现在从学生到上班族 提早练兵备战 也因为东协职缺 僧少 周多 几乎保证就业 除了台塑越南厂 开出一百四十万年薪 是新鲜人二十二K的四五倍 以在越南设厂的台资企业来说 资历三五年 外派干部月薪六万 也比台湾薪资高一截 具备东南亚语文能力 等于在职场蓝海 立于不败之地 国贸局去年开始 也推动送大学生 到新兴国家实习计划 让学生先体验 未来战场 政大国贸系的蔡孟佳教授 今年暑假就带了七名同学 前进越南 MegaFT也巨型的那种 区域经济整合 越南是TDP跟RCEP 两个都有加入的国家 所以其实是全球 比较有更加进向 进入的一个公共区区 所以我想说 也可以通过这个机会去 究竟观察这区区的一个发展 上海半的时候 他们工业区的急车倾讨的时候 是很吓人 就是你不敢购买路 就是都是成 对越南蓬勃活力感受深刻 其实国贸局这项计划 并非只局限东协 而是全球新兴市场 让学生到当地企业 或者台企第一线观察 去年度首度开办 只有13个案子 63个学生申请 实习国家分别是墨西哥 巴西 属于东协的越南 印尼 已经占了7成4之多 今年案子增加到26个 共103个学生 除了9个人前往巴西 去越南 马来西亚 印尼 菲律宾 泰国 缅甸等 东协国家 占了94人 比例高达9成 可见东协吸引力 放眼未来 你不能不懂东协 要突破台湾职场低心魔咒 机会贫乏窘境 东协不是唯一选择 但肯定是一大选项 试着硬硬硬看 东华 是东华 是 那是什么意思 东华 三连新闻 朱宇宏 高秋平 台北采访报道 请鱼来当农夫 你听过吗 广告回来 带你来看最新的鱼菜共生法 封闭循环 不用换水 种植技术再升级 欢迎回来 种植技术下不断的进化 最新崛起的就是鱼菜共生法了 就是请鱼农夫来帮忙种菜 这种新农业结合了水产养殖 跟水根种植法 把鱼产生的胺跟硝酸盐分解 成为了蔬菜水果的生长养分 同时蔬菜的根 也会把鱼缸里的水完全进化 各类菜苗头好壮壮 农场主人李嘉玄满是欣慰 三百坪往事 上百种菜跟植物 幕后推手正在水里悠游兼耕种 我们这个跟一般土根蔬菜 比较不一样 在于它的口感 种出来的菜比较嫩 比较甜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三条鱼农鱼 它们的水呢 经过了这个做过滤 那过滤之后的水呢 就会经过这个水管 我们把它迁到这里来 所以这一排大家所看到的蔬菜 基本上都是我们鱼农鱼种出来的 没听错 它们就是鱼农夫 李嘉玄请鱼来种菜 是现在超夯的鱼菜购生 原本过滤里面上面都是鱼大便 现在都被转化成蚯蚓粪 这个都是蚯蚓肥 蚯蚓肥呢 我们就随着这个水这样下去 可以增加一些微量元素 看起来很脏 可是它不是垃圾 其实是我们农场的宝 原理是鱼的呼吸跟粪便 会产生阿摩尼亚跟硝酸盐 这些对鱼狠毒 却是植物必备养分 把鱼吃水引到耕作区 菜吸收硝酸盐同时 就在净化水质 之后再把干净的水回送鱼槽 达到鱼菜双赢的正循环 它是鱼帮菜 菜帮鱼的这样的一个 循环共生的关系 大概是两年前 我们有做过一个实验 就是我们把这个罗曼的苗 一棵种在系统里面 一棵种在土里 那我们去比较它收成的时间 结果发现在系统里面 我35天就可以采收 在土里面我要55天 刚现采的 那你可以吃吃看 口感好过一般水耕跟土耕蔬菜 还能缩短采收期 别看李嘉玄满口农家金 算来他只是入行四年的新手农户 过去任职金融业被跨海挖角到香港 我认识一个好朋友 非常的迷信 那相信2012是世界末日 所以他就到夏威夷去学种菜 都笑他啥 那后来他回来跟我们分享 我们才知道原来是一个 这么有意思的种菜方式 但一个人生重大变故 他决定跟随朋友脚步 飞到夏威夷学这个有意思的种菜方式 那后来我发现得cancer 刚好就想到说 如果说我没有工作 那我至少可以种一些东西 来养活我跟自己的家人 这个病让我重新一个新的人生 鱼菜工生不只改变李嘉玄的生命 也呼应了全球迫切的水危机 联合国警告 全球水资源不足 2025年将会有三分之二的世界人口 生活在缺水国家 估计地球人口2050年将达到90亿人 届时水需求还要增加55% 目前用水模式不改 不久后的2030年 全球可用淡水资源就会锐减40% 干旱将造成的作物生态毁灭 粮食危机 鱼菜工生或许是一个转机 这个系统它所使用的水非常的少 它是完全不换水 到目前为止 全世界最大的这个鱼菜工生农场 你知道在哪里吧 在一个非常有钱的沙漠国家 阿布达比 所以水就好像酒一样 越沉越香 时间越久的水 它可以种出来的植物就越好 越漂亮 鱼帮菜菜帮鱼 水产养殖跟水耕跨领域结合 另一种农法则是农业跟科技的跨业典范 霓虹灯光不是夜店而是芦笋温室 工研院五年前开始以LED辅光科技协助在地小农 运用在草莓 芦笋药草等高经济作物栽种 除了补足它的一个产量不足之外 也能够在于它的一个品质能够去提升 开发出适合的光环境 以卢损为例 LED补光夏季产量可以提升25% 冬天逆季增产30% 而国际间最代表性的运用就是北欧的荷兰 平均日照量仅1600个小时 因此作物得大量人工补光 欧洲的一个荷兰 那基本上在这方面的一个运用跟实力上是比较多的 目前台湾以供应用为例的话 我们基本上可以做到利用这个LED的一个光照 的一个调控技术 可以在不同的一个成长的阶段 去调控它的一个蜘蛛成长的一个差异 那甚至可以去调控它的一个产期产量 以及它里面的一个营养素的一个多寡 甚至它的一个口感 科技走出实验室加持农业 工研院与农民攜手 目前全台有六个示范场域 目标是把LED光环境 一场防盖面模组化 进而复制生产 让一盏盏的LED灯 点亮农友梦想与科技农业新蓝海 来看这个青年级女生 她杜绝使用任何的塑胶制品 而且记录下了自己每天的垃圾量 半年来她的垃圾竟然只装了小小一罐玻璃瓶 她甚至做起了环保生意 自制风蜡保鲜布来取代塑胶袋 用马毛缩出来的竹牙刷 一个月能卖五百只以上 而且上厕所不用卫生纸 怎么办到的呢 一起来看 内衣库的标签啊 对 然后有丢了一件嘛 就要买新的 就还是一样有标签 超商购买收据 喉糖纸包装 酱油瓶盖 甚至内衣库标签 这些你我每天都在制造的垃圾 却是阿豪红平山半年来的垃圾总量 假设你每天你都要把你家的垃圾拿出去倒 每次都要十五分钟 你一个月就是四百五十分钟的时间 这样是七个半小时 我为了垃圾 就是为了我不想要的东西 我一个月要花七个半小时的时间在这上面 很难想象从今年四月至今 阿豪的垃圾紧着小小一罐 到底怎么办到 像我刚刚去买饭团的话 因为老板他就捏好嘛 然后我就把这个递给他 他就直接帮我把饭团放上来 然后我自己再把它包起来 买早餐自备风辣保鲜布 到农场买蔬果 也杜绝使用任何一个塑胶袋 今天有什么可以买 阿玉米是什么玉米 是甜玉米 甜玉米 你有带袋子吗 有 我想要用这个包 我在现场把它这样包好 那它的水分就会一直保存在里面 所以我等我回家的时候 我就直接把它放到冰箱里面 根据统计 台湾一年用掉180亿个塑胶袋 平均每人一年就用掉782个 是欧盟和澳洲国家使用量的四倍 除了惊人的数字摆在眼前 让阿豪决心过无垃圾生活的重要关键 是2013年在澳洲打工游学的那一年 有一天我要下楼去倒垃圾的时候 都还没到24个小时 然后这两个织木车都已经满 而且它不是满 而且它是像小山那样的 我就走回房间 然后把我那一袋垃圾里面全部掏出来 然后我就开始看它们是谁 阿豪发现它的垃圾90%是塑胶类 所以减少塑胶也等于减少90%的垃圾量 于是写部落格记录每天垃圾使用量 也做起了环保生意 它就是蜂巢 它是密封用来保存食物的东西 所以我常常都说这个是 就是大自然设计好用来保存食物的 我们刚刚消好的蜂蜡 很均匀地撒在布上面 蕴斗就直接压上去 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蜡会融化 蜂蜡预热融化在布上 防水抗菌 可以直接接触食物 成了取代塑胶袋的天然工具 远离塑胶得从每一个小细节开始 每人每年会用掉3.5只牙刷 红屏山的无数生活 开发了用梦中竹加上马毛做的竹牙刷 一个月可以消出500只 地球已经没有资源给我们消好了 所以在往后的所有的产业里面 它一定会走就是节省资源 我自己还蛮惊讶的 因为我们的营业额是每年就是翻倍成长 镜头下阿豪家的浴室看起来很可难 一小瓶玻璃妆的漱口水 两支竹牙刷 浴缸上同样玻璃妆的洗发精 等于洗澡不用沐浴乳 只用清水 上厕所也不用卫生纸 如果在家里的话就是用免制码头 而且现在有那个不用插电的免制码头 然后如果在外面的话就是会准备布卫生纸 它其实就是块布 就是用双层的棉纱木 然后我自己就把它缝成自己型 就是手适合的大小 为了过无垃圾的日子 阿豪从台北搬到花莲 只因为东台湾的这里 让她的无数生活不孤单 我想要买味噌今天 味噌跟黑糖 这个我想要装味噌 对 然后这个黑糖 想象得到的食材都可以不必定量 吃多少买多少 并且没有塑胶包装 我不鼓励就是用塑胶袋包装是 你闻不到食材的味道 那消费者要怎么去判断 到底这东西是好的话 包括买米 阿豪一样拿着自制的棉布袋 回家使用古老的真空方式保存 大家通常家里都会有那个买豆浆的罐子 或是买牛奶的罐子 然后我把它放在这个罐子里面 然后当我们把米放得很满的时候 里面几乎没有空间 有空气了 所以它里面算是一个拟真空的状态 从一开始的无塑一直到无垃圾 红瓶酸体润不是只有塑胶才是地球杀手 同样是一个包子 假如我用一个塑胶袋 跟一个人用纸袋包的话 他们两个都一样不环保 但是都是生态豪杰 那我们可以改变这件事情的就是 我拿重复使用的容器去装那个包子 塑胶袋也不要用 纸袋也不要用 无垃圾人生 似乎没有想象中困难 假使台湾能多一个阿豪 或许这地球将会更美好 白色恐怖历史也能够变成艺术作品 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被你来看 如何用话与舞呈现这段白色的碎片 白色恐怖曾经是一段禁忌的历史 当年只有14岁的中学生张长美无辜就招待 入狱12年的少女都变成少妇 还好认识了后来的夫婿 那么出狱之后呢 把以前行求的惨状化成了一幅幅的画作 她的舞蹈夹女儿也把双镜的故事搬上舞台 欧阳奶奶 张长美女士 舞蹈家欧阳慧珍 直到几年前爸爸过世后 才将爸妈乘封六十多年的 白色恐怖冤屈劫难 编程舞搬上舞台 他们不敢讲的 统治者不敢讲的历史 给大家知道 因为你们在教科书里面 他们听不到这些的 看不到白色恐怖的内容 就是这样子的可恶 时间倒转回到六十八年前 绑着两个小辫子的张长美 只不过因为担任班长 参加了学校的自治会 那个时候我才十四五岁的小女孩 还在学播破摸破 那懂什么共产党 张长美以叛乱组织的罪名 遭判刑12年 那年她才16岁 就是民国三十九年了 就是一九五零年 那个时候我还在读高中一年级 那突然有一天下午 工友来说 跟老师讲说 校长要叫张长美去谈话 我当晚就去了 我进了那个校长的房间 一进去办公室 一进去看 校长不敢看我 有两个陌生人坐在那里 单纯的高中生活变调 张长美嚎啕大哭进了牢房 才是噩梦开始 半夜文化 问你有没有参加过共产党 有没有介绍什么人 你要是说没有 他就用老虎犬 把你的指甲一个一个的拔 拔到你分过去 然后你自然就会 那个自败书都已经写好了 你就会安逸 所以以后就会被枪毙 或者判武器徒刑 房间的浪友看到这样害怕 就会把那个指甲 赶快给他磨扁一点 但是呢 特务看到你不能拔 他就用那个大头针 用搓的插下去 一样的血连连的 痛得要死的 黑老所见所闻 宛如电影满清十大酷刑 就在最黑暗的时刻 认识了同样做冤狱的欧阳建华 两人结为夫妻 从瑞岛返台后 擅长书画的欧阳建华 画下所见所闻 血淋淋的暴行 有一次我现在这个 刚好什么展览的时候展览出来 很多很多男友就来 张小姐 我就是这个被拔指甲的 你看到现在指甲还长不出来 这是只有三分之一 大安灰色的皱皱 他说现在一直都 指甲长不出来 一张张不忍指使的画作 重现了严刑逼供虚打成招的白色恐怖史 这个叫做做老虎凳 一边烤温一边把那个红妆垫高 这边一边给它灌辣椒水 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判死刑的 因为你一定会承认 这个是吃盐巴 一碗盐巴叫你吞下去 吃下去 能够不许喝水 那只趴下去喝厕所里面的水 因为整碗的盐巴吃下去 看你是不是受得了 把你脱光剩下内裤 手脚都靠起来 上面磨那个蜜水啊什么 给你丢在草坪上 那蚂蚁就上去咬你 反正把人的小孩洗不掉啊 很残忍就对了 他们最没有资格效供伪暴行 因为他们是这么残忍的 这个事实啊 酷刑的苦痛 让无法成年的夜晚更觉得漫长 但寒夜静了 伴随黎明来临的 是更巨大的恐惧 最可怕的就是像早上 一大早铁门开一间一间的叫出来 每天都是十几个十几个叫出去枪毙这样子 被关十二年快三十岁才出狱 八十六岁的张长美 依旧无法忘记那个恍如隔世的年代里 多少人的青春像她一样 被白色恐怖埋葬 先为三一度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樊一华 我们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